大家好 欢迎来的言论 随着美国大选的娱乐化 董王的蜂王化进程越来越剧烈 这个剧情变得越来越低级 但是反而却越来越合我的胃口 原本我以为我是一个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但最后事实证明 低级趣味有时候真的蛮香的 根据美国媒体11日的爆料 连日来美国国务院收到了 一系列外国政府证要发给拜登的讯息 但是川普政府却用尽各种办法 阻止拜登得到这些讯息 所以走投无路的下一任美国总统和他的团队 就不得不开始自己想办法 去跟这些外国的政府取得联系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之白宫虐恋 I'm doing this for you, Joe, for you 随着美国各州重新计票的完成 我们并没有看到所谓的翻盘 蜂王团队也显得越来越疯狂 根据《灯塔之音》的报道 就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1月12日 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呱呱倒一直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此言一出 哇 刹那间群蛙乱舞 纷纷为美国野爹点下了一个大大的赞 于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 在11月13日的时候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一直在关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 对于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 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我们向拜登先生还有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 然后美国媒体就屁颠屁颠地跑去问纳瓦罗 对于中国政府的祝贺 这事你怎么看呢 你敢死我就敢埋 no so no die why you try 对了 还有这个老哥 这哥们叫做兰德保罗 是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 他认为我们应该由衷地去祝贺在美国 现在的1100多万的新冠患者 因为从今往后他们就可以摘掉陶渊的口罩 冲进餐厅去迎接新生了 因为他们已经免疫了 这1100多万人里 我估计应该是包括那不幸离世的24万多美国人的 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无力吐槽了 这说的都已经不是人话了 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 美国驻武汉总领馆在第一时间就开始了 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轰轰火火恍惶惶惶惶惶的撤侨运动 在那个时候国内的一众公之跪地膜拜 哇 美国人好有人性啊 多么珍惜自己老百姓的生命啊 然后呢美国的对外宣传机器就开始疯狂的运转 在那个时候他们主打了一个概念 叫做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你中国 能够干净像前苏联一样解体 你不切尔诺贝利啊 我就想办法帮你切尔诺贝利 但狗血的是 这些接回去的美国人 有一些是在飞机上被感染了 因为缺少防护措施嘛 然后呢 有一些人回到美国的境内 在隔离点被感染了 当时有许多的新闻媒体报道 最狗血的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曾经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 应该是一个华人写的 他说在疫情爆发之初 就赶紧带着家人跑回了美国 但是武汉的疫情逐渐过去了 身处武汉的家人安然无恙 但是他一个在纽约生活的亲戚 却因为新冠去世了 在这里我要特别声明 我完全没有要嘲笑这些人的意思 在疫情当中失去亲人 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 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 在纽约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 我就在纽约 我曾经一度距离纽约皇后区的一家医院 用来装遗体的那个冷冻车柜 那个车厢只有十几米的距离 我是学生物出身的 曾经也学过人体解剖 也算见过一些大场面 但是当时面对不是一辆 而是五六辆冷冻货柜 摆在你的面前 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害怕 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从美国刚刚开始恢复学校上课 我就一直在说这么干一定会是灾难性的后果 我讲了至少都有两个月了 但是美国政府为了恢复经济 他们就可以做到罔顾人民 让这些孩子成为了病毒的载体 病毒传染给了更多的人 天天盼着中国出现切尔诺贝利时刻 结果美国政府才是那个完美复刻了切尔诺贝利时刻的人 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刚发生事故的时候 核电厂的工作人员就用手头他们已有的那些仪器 去做了一个灾害评估 我打个比方 当时他们检测到的泄漏的核辐射量 差不多是十个单位 人们一看这十个单位问题不大 但是后来当军方带着他们更加先进的仪器来做检测的时候 发现核电厂泄漏出来的核辐射量 已经达到了差不多一万个单位 这里的数值是不准确的 我只是打个比方 之前核电厂的工作人员只检测出十个单位 不是因为他们工作不认真 而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那个仪器的最大数值只有十个单位 我们在面对一场灾难的时候 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灾难的规模 我们才能做出适当的反应 但就是因为当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使用了错误的仪器 得到了错误的结果 他们才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 才造成了之后更大的恶果 您各位想想看 这是不是像极了在疫情爆发之初的美国 其实美国这一次做得更加的出色 尤其是美国CDC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研制分发出去的那些病毒检测试剂 居然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 在控制疫情的黄金时间 美国居然连一个只能检测出十个核辐射单位的仪器 他们都没有 而且有一定分子生物学基础的小伙伴们应该都明白 美国CDC 做这么款试剂 居然能失误 这是一个多么低级的错误 当时病毒的完整基因序列 中国已经分享给全世界了 就这样 美国的CDC居然能失误 你说这事它得有多离谱 然后疫情就一直发展到了现在 各州医疗系统再一次接近崩溃的边缘 或者已经在超复合运转 德州的冷冻车厢又开出来了 医院的停时间又不够用了 全美的住院人数超过了7万人 加州的新冠病例超过了100万 伊利诺伊 维斯康辛 密西根 明尼苏达的感染人数也在快速飙升 内华达州 因为拉斯维加斯而全世界闻名 现在他们的病例也在飙升 我对拉斯维加斯那座城市没有太多的好感 前几次去玩的时候可能还有点新鲜感 而且待的时间也比较短 但是如果你长时间待在那你就会发现 这座城市真的会让你觉得烦躁 随处可见都是老虎机 机场的候机大厅登机口全部都是老虎机 你在上飞机之前还可以去拍两下 人来人往什么人都在上面拍 您各位想想看那个画面 各种纸醉金迷繁华的街道上 只要路灯刚刚亮起来 皮条客就开始出来拉生意了 给你介绍各种各样的姑娘 赌场里面也都是烟雾缭绕 因为在那个地方室内是不进烟的 抽烟的抽血迦的 抽那种自制老汉烟的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在拉斯维加斯最大的乐趣 就是去看不同的表演 吃不同的自助餐 你只要进入到赌场 你就会看到那些玩的人 一个个聚精会神的在那地方就拍老虎机 有些人一坐就能坐一天 或者就是在堵台上大厦四方 每个座位之间的间隔不足半米 只拍筹码现金 在一天之内不知道要进几个人的手 在平时的时候你去玩一玩 看一看无伤大雅 但是在疫情期间 这种地方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病毒培养民 应该是最先关门的地方对吧 但在美国这个剧情还偏就不是这样发展 拉斯维加斯是之前最早解封的美国城市之一 也是现在最排斥再次封城的美国城市之一 你说你各位能理解吗 您如果有机会去拉斯维加斯玩的话 一到晚上你就会发现 在赌场里面巡逻的都已经不是保安了 而是当地的警察 我那个时候还开玩笑跟我朋友说 我觉得这里的政府感觉像是在给赌场打工 赌场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老板 结果没想到我当初的一句戏言如今就变成了现实 当初美国媒体在采访内华达州州长的时候 这老姐们张嘴闭嘴就是赌场 你就感觉他是赌场的公关 这哪里像是一州之长 就在11月5日 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消息 美国的现任国务卿蓬佩奥推翻了奥巴马政府 在2016年做出的决定 将东伊运组织从美国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里拿了出来 自911发生以来 美国人轰轰烈烈的进行了快20年的反恐战争 但是现在看着美国的所作所为 还有美国政府对美国人下手之痕 我才意识到他们也许只是内讧 自打2016年川普入主白宫 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快4年的时间 在疫情之下 我们又猝不及防地迎来了美国4年一度的比烂大会 从都非常烂的总统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个不那么烂的 于是就在这样的逻辑之下 拜登胜选了 对 拜登胜选只是因为川普比他还烂 仅此而已 拜登作为副总统的奥巴马政府 被美国的政治体制视为一种错误 然后公知们口中美国强大的纠错系统开始运转 随后 美国人就得到了川普这个解决方案 然后川普干了4年 美国的纠错系统再一次发挥作用 把上一个错误答案又送回了白宫 那么问题就来了 美国这一套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的价值 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这前后就是8年的时间 这个纠错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这俗话说人比人得死 这几年美国的许多逻辑还有论述都变得越来越难以自洽 国内的公知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开展工作 你也别怪人家美国人天天跟怨妇一样追着中国打 主要就是因为今天的中国自信满满的走着自己的路 但是美国却无奈的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无路可走 就比方说这次全球爆发的疫情 还有下一场经济危机也呼之欲出了 但是全球资本却没有按照以往的剧本流入到美国 购买美国的国债 或者购买美元作为自己的避险货币 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一切灾难的源头就在华尔街 但是灾难中的人们还是选择把美国作为避险货币 大量的热钱就流入到了美国 真的是应了那句话 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当时的中国也购入了大量的美国国债 帮助美国渡过了难关 但是这一次剧本还真就不是这么安排的 首先就是美国的国债利率倒挂 利率倒挂的意思就是说 按照常识来说 你投资的时间越久 那么风险溢价就越大 你收获到的这个利率就应该更高才对 正常情况下 十年期国债的利率应该是大于一年期国债利率的 但是在现在的美国 十年期国债的利率已经低于了一年期国债的利率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投资者对于长期的经济状况比较悲观 经济找不到新的增长点 另外一方面 这一次的全球危机当中 美国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国债居然卖不出去了 这就彻底的尴尬了 最后美联储就只能自己发行债券 然后自己印钞票去买 然后就自娱自乐呗 然后他不光买 他居然连垃圾股 连那些劣质资产他也买 就相当于把这个风险转嫁向全世界 咱们大家走着瞧 这搞到最后一定又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这一次美国国债卖不出去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中国这样的大买家 这一次作弊上官 完全没有要帮忙的打算 这下美国人忽然之间发现 或者说这个时候才想起来 上一次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如果不是中国率先大手笔的买入 其他买家会那么快的跟进吗 这个时候才忽然之间明白 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美国的力量 美国的信誉 早就不归美国人自己独有了 美国的信誉 早就跟中国俄罗斯欧洲 还有许多国家联系在了一起 当你失去这些国家支持的时候 美国信誉这四个字 本身就是不完整的 那么在今天的国际间 买家为什么要把钱放在你这里呢 把钱投去疫情控制的更好 经济更蓬勃发展的中国 难道它不香吗 尤其是这个双十一 那简直就是让全世界都看傻掉了 自己家里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地鸡毛 经济没准还在负增长 结果中国人就开始过双十一剁手节了 8亿消费者 25万个品牌 500万家厂商 在双十一期间全网销售额 达到了2673.65亿人民币 虽然低于2018年还有2019年 但是在今年这个沉寂 那简直就是黑夜中的一座灯塔 就连美国的许多厂商 看着这个数字 那也是一个劲的流口水 在过去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美国对我们真的是穷追猛打 但是你看看今天 无论是应对疫情的能力 还是中国的经济火力 你都不得不说一句 小伙子眼光真到位啊 不打你打谁啊 远看美国一套农妇三权 耍得呼呼身风 感觉一直都是压着中国的 但是我现在怎么越来越觉得 被逼近墙角的是美国人自己呢 而且美国人目前 貌似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 正确的方向 他们在已经明知道错误的道路上 穷追猛打 那结果必然是失败嘛 因为中国不是你问题的源头 中国只不过就是你问题的结果 你就算把中国打趴下 你的问题依旧不会消失的 反而会更严重 更何况你也打不怕今天的中国 咱们先从近往远说 小弟我能力有限水平一般 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到位的地方 您各位多多包涵 如果想跟我分享还有指振的 欢迎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 咱们就先从川普上台之后的减税政策 让制造业重回美国 让美国再次伟大说起 我觉得之前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川普没有机会 现在加上疫情 他没有一点点机会 我分享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 我曾经在纽约有一次做Uber 就类似于咱们国内的滴滴 司机是一个刚从伊拉克退伍回来的老兵 是个非洲裔的美国人 我们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钓鱼了 我挺喜欢钓鱼的 曾经在澳大利亚 也开过一家网店 卖路亚鱼饵 所以那些东西的生产成本 还有流程我多少了解一些 然后就跟这个司机在那里聊这些鱼饵是怎么做的 大概成本是多少 然后那个司机就特别感慨说中国生产这些东西都好便宜啊 创造了很多就业 他也好想这些制造业能够回到美国来 像他小时候一样 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 他的父母就在工厂里上班 一到周末一家人就是玩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 虽然那个时候父母的工作也很累 在工厂干活是很辛苦的 但是那个时候家里的人都觉得很幸福 我当时就特别果断的说 我说不可能 然后那哥们一下就来了兴趣 就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能够想象今天美国的年轻人 像你父母那一辈的人一样 周一到周五按时按点去工厂里上班 然后拿着不多的工资 对家庭有着非常强的责任心 照顾家庭为家庭付出吗 然后那哥们就恍然大悟 然后就做了一个巨夸张的表情 想了一会儿跟我说 你说的对 蓝领是一个阶级 更是一种文化 在如今的美国 这种自由主义尘封的环境之下 蓝领阶级或者说蓝领文化 早就已经永远消失了 既然没有了蓝领阶级 没有了蓝领文化 你说你恢复个毛线的制造业 我知道我说到这儿 有些朋友又会说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也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责任心 不能吃苦耐劳 但是那种感觉 如果你在国外生活过 你就明白 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我再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也是我原来在纽约的一个房东 他是一个特殊学校的老师 那个学校里面的孩子 要么是自身心理有问题 要么就是家庭有问题的孩子 有一天就跟他去学校 有一个可能也就五六岁的小女孩吧 非洲裔美国人 因为那天要开家长会 然后这个房东就问那个孩子 你爸爸今天来了吗 然后那个小女孩直接就说 黑人孩子没有爸爸 真的在纽约 在一些特殊的族裔的群体里面 别说蓝领文化了 连最起码的家庭文化都快荡然无存了 满街都是单亲妈妈 就这么夸张 咱们先不说什么蓝领文化 更何况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 假设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因为今天的工厂流水线自动化 会什么时候全面低于你劳动力的成本 如今的AI技术会如何的发展 会发展的多快 这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 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我们常说中国人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而川普的征途是煤炭工业 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 由上千人组成的工厂流水线 你说这种眼界跟胸怀上的差距 本身就是一种降维打击了 还有什么必要说下去吗 现在遇到新冠就更惨了 原本美国的税收就不算高 尤其是跟欧洲的一些国家比 那美国的税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川普为了就业数字能够好看 又拼命的减税 一时之间 美国的这些小公司 如雨后春笋一般就出现了 但是在美国这个小公司 本身就难以存活的地方 做买卖失败的概率其实很高的 在被减税政策这么一刺激 美国这两年 出现的这些小公司的竞争力 还有平均寿命 都是明显的萎缩 现在又来了一场新冠 很多大公司都倒闭了 这些小公司几乎一夜之间 就倒了一大片 给我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在纽约市中心 就大概那一片地方 有一个WeWork的大楼 就是共享办公室 原本因为减税政策的刺激 大楼里每天都是热火超天的 年轻人都是热情洋溢的 每天都在讨论着 如何脚踩亚马逊 拳打特斯拉 但真的就两周的时间 两周的时间的楼里面 你就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了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疫情 但是一方面就是很多公司 一夜之间就不存在了 现在就连WeWork自己的生意 我觉得都已经快做不下去了 现在我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 但是那栋楼还属不属于WeWork 都不知道了 从当年的小布什政府 再到今天的川普政府 就是因为这几届美国政府的低能 活活把美国变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社会治理能力之低下 简直让你叹为观止 我在原来很早一期视频里面 讲过美国的学生贷款问题 我记得我当时还说过 如果有下一场金融危机的话 那么美国的学生贷款 很有可能就会是压垮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到今天为止依旧是这个观点 您各位可能不知道 在美国学生贷款已经夸张到了什么程度 学生贷款在美国是继房贷信用卡之后的 第三大贷款业务 70%的美国大学生都背着大量的教育贷款 而迷之还款政策又导致这些大学生无力偿还 最后只能选择去打一些零工 又压抑了这些人就业的欲望 所以学生贷款的烂账率非常非常的高 很多人到死都不是说还不清的问题 而是压根就不会去还 随着这些小公司的大面积倒闭 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现在对他们来说别说还贷款了 很多人连吃饭都成问题 而这一切又得拜川普之前为了挽救自己的选情的大撒币行为 隐阵止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小生意干不下去了干脆关门 或者有一些小生意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 就跟自己的员工商量 我这样我把你辞退了 然后你回家领的救济金比我给你的工资还要高 你还不用干活这多好啊 然后一帮人就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也不再出来找工作 一直到上个礼拜 一周的时间有750多万份失业补助申请被送到联邦政府 就这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 为什么好很多了呢 因为川普选完了没人那么主动大撒币了呗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了 大家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要出去找工作了 但是这个时候又尴尬了 出去之后发现你原来的工作回不去了 原本隔壁你可以去的那家杂货店现在也倒闭了 这个时候你去哪里找工作呢 但是反而像是一些奢侈品 汽车家电在这段时间卖的火热 但是偏偏这些东西的生产线又不在美国 您各位现在知道为什么上一个季度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能增加了吧 真的是眼看着一场完美风暴正在行程当中 但是美国政府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之前提到的这些事情 还有那些没有提到的事情 它其实都有一个转折点 那就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在那一年整个世界都变了 按照新加坡前著名外交官马凯硕的话说 就是一夜之间有来自于中国的几亿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 进入到了国际分工体系当中 但是西方世界却对此毫无察觉 尤其是美国政府 没有思考如何安置那些靠工厂流水线生活的蓝领阶级 美国的资本闻着钞票的味道就冲向了全世界各地 尤其是中国 然后一切在美国原本比较厚的家底的保护之下 就显得没有那么迫切 没有那么紧要 把这些人口拼命的往服务行业里面塞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冲击就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不是中国的错 因为中国不管你喜不喜欢它 它就在那儿 那么大一个体量 它早晚都会融入到世界分工体系当中 问题出在美国人自己的身上 是美国僵化的社会体制失去了改变自己的力量 再加上福山的那本历史终结论 真的是给一代美国人造成了脑损伤 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马凯硕说的 于是就让川普 纳瓦罗 班农这票人 陷入到了自负拒绝改变的怪圈当中 觉得能够像肢解苏联那样肢解中国 或者让中国走上跟他们一样的发展道路 然后永远被美国压制 你敢拿历史开玩笑 那么历史老人就敢跟你开玩笑 老夫自己都不知道历史会走向哪里 你居然敢说老夫终结了 那老夫不弄死你弄死谁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凑合的话 麻烦您帮我点个赞 留个言 推荐给您的小伙伴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您是B站的观众的话 麻烦您一键三连留下您宝贵的弹幕 今天这个嗓子有点哑 所以声音可能不太清楚 希望您各位多多担待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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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